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Weekly Post 我是Felisha 根据The Guardian报道 在世界各地造成大量暴动 以及人命和财产损失的Black Lives Matter 黑命贵这个运动 被提名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提名人是挪威的国会议员Peter Ailey 他在提名书上发表声明 称这一系列的运动逼迫美国以外的国家跟种族歧视宣战 他说 我看到不只是在美国 还包括欧洲跟亚洲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平等 而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 BLM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变成一个 对于全世界的种族歧视问题都非常重要的战场 BLM在这几年内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果 让全世界都更了解种族歧视 这并不是Peter Ailey第一次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他还曾经提名过俄罗斯跟中国对于人权的贡献 或许这就是未来的方向 BLM造成了美国上亿的经济损失 造成了各大城市的抗疫跟暴乱 仅在2020年的美国就有超过40人以上失去了生命 但是现在这样的行为居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代表着和平 来看下一则消息 拜登今日签署了一个新的行政命令 让美国来帮助全世界堕胎 拜登要使用美国人的纳税金帮全世界的人残杀婴儿 禁止使用纳税金来资助外国的堕胎手术 是前美国总统雷根的政策 目的是不可以让美国人在不自主的情况下资助残杀婴儿 这个政策也是近代史里面最具争议性的政策之一 在川普的时期签署了最突出的行政命令 就是连美国本土的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 还有任何堕胎模式都不可以接受联邦政府的资助 目的就是要挽救更多的婴儿 这一次拜登的行政命令连大量的民主党政客都不同意 绝大多数的民主党议员认为 就算他们认为女人应该享有堕胎的权利 但是也不支持美国用美国人的钱去帮助其他的国家堕胎 统计民调也显示85%的Pro-Choice的人 不支持美国资助国外的堕胎手术 大量的共和党议员也声明 这跟拜登一直提倡的Unity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不会起到让美国人合一的作用 这个政策显然是一个不尊重生命 更不尊重人权的选择 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所有人的生命 更要保护幼小的生命 所有税务居民缴纳的税金 应该用在国家社区学校的建设上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而不是在全国纳税人都不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签署行政命令 用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去帮助外国的怀孕妇女堕胎 拜登现在的做法只是为了迎合极左派的愿望 不但会分裂国家 并且还要使用纳税人的税金去支持道德沦丧的事情 来看下一则新闻 乌克兰方面称对试图干预2020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的指控 已展开刑事调查 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的办公室主任 安德里·伊尔马克于昨日说 乌克兰要使用一切的力量将试图破坏乌克兰与美国之间关系的境内 以及境外部队绳之以法 总统府网站上刊登的乌克兰新闻媒体NV在接受采访时说到 国家调查局已经提起了刑事诉讼 调查正在进行中 我们正在等待调查结果 美国财政部于1月11日对几名乌克兰个人和实体实施了制裁 指控他们干涉美国大选 并与亲俄罗斯的乌克兰议员建立了联系 而拜登在2009年至2017年曾负责监督乌克兰政策 包括在此期间六次前往基辅 自1月20日上任以来 拜登还尚未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对话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我们的频道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